燕青在大婚之夜给灵化写的一摞催装饰,灵化当宝贝似的仔细收藏了起来。 她本来藏得很隐秘,没有藏在藏书阁,也没有藏在书房,而是藏在自己和燕青每日睡觉床下的暗阁里。 除了老鼠打洞,这里绝对是一个安全的地方,怎么都不会被人翻出来,毕竟内室是一个很私密的地方。 燕青连紫园都不让人住,更何况他们自己的房间,以前还有个云落在,但自从燕青嫌弃云落碍眼,将人赶走后,这紫园就剩下她和灵化两个人了。 除了院子里每日白天让人来打扫,她和灵化的房间都是她自己下了朝后清扫,不让人进来,就连换洗衣物被褥都是两个人休木时一起换洗,当作男耕女之的情趣。 所以久而久之,灵化有了什么喜爱极了的好宝贝,都往自己和燕青的内室里藏。 燕青给她写的催装诗是其一,朱兰从江湖上给她搜罗的几本精美春宫图是其二。 灵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开暗阁,拿出里面的催装诗,津津有味读几遍,然后再与燕青一起研究研究春宫图,过一个活色生香的夜晚。 这么点儿小爱好,随着燕西出生,在两个新手父母的手忙脚乱中给掐断了。 燕西太过粘人,不止粘灵化,也粘燕青,燕青只能妥协,让她跟如母一起住进了紫园,也把云落重新招了回来。 但这对于燕西来说还不够,她喜欢躺在父母的大床上,左边睡着父亲,右边睡着母亲,这是一个孩子能想到的最大的快乐。 燕青想尽法子,那小子聪明极了,只要晚上不躺在他们的床上,就哭得震天响,分都分不出去。 燕青只能妥协,舍不得粘化辛苦,每个晚上都自己起来亲力亲为,给燕西喂奶把尿换尿布哄她睡觉。 燕青不知道小时候自己什么样,总之就没有见过这么年父母的孩子,尤其她聪明得好像知道白天父母要干活,她跟着奶娘,跟着云落,乖乖的,一到了晚上,就谁也不跟了,只要父母。 所以直到燕西会走路之前,都一直赖在父母的内室,她会走后,燕青终于狠下心,将她分了出去,任她哭个惊天动地,也不为所动。 燕西小小孩童,也懂得看人脸色,揣测人心,知道这回自己的父亲真不忍她了,只能含着一泡眼泪,委屈着皱成一团小包子脸,乖乖地把自己分去了隔壁房间。 燕青其实想把她分出紫园,但零化可舍不得,一看儿子那张脸,她就什么原则都没了,燕青每回都被气乐。 哼,你儿子在故意卖委屈卖惨,你难道不知道吗?你的聪明家都哪儿去了? 她又气哼哼地伸手指着她。 死母多败儿。 哥哥,你在说这话前,应该先想想你自己,你多大的人了,想想我这么多年,是怎么一直哄着你纵着你,在你面前从来就没什么原则的。 燕青被堵住,一时哑口无言。 零化肌硬轻痴嘎,摸摸鼻子,也觉得自己太宠儿子了,心里也清楚,这样很不对,抱着她胳膊红。 好哥哥,待她再大一些,再将她分出去吧。 等她,七岁,不,六岁,就六岁。 不行,六岁太大了,三岁就启蒙,四岁都该去上书房了,我六岁都会被诸子摆家了。 你小时候多辛苦啊,还是不要了吧,让她多一点快乐的童年吧。 燕青想想也有道理,她小时候的确被管教得很严,妥协地伸手点她额头。 你沾干四九香是一个样,胸无大志。 零化很想反驳她,这是你一个做了好几年顽酷的人该说出的话吗?但没敢,怕被收拾。 于是燕西便又在紫园留了下来。 燕青怕她在一堆人宠着的福堆里长歪,每日给她布置了课页,闻一个时辰,捂一个时辰。 就这样,燕西长到四岁时,依旧赖在紫园,出入父母内室如寻成。 每晚睡觉前,都要先跑进正屋,亲戚娘再抱抱爹,然后再跟两个人说一句晚安,再乖乖迈着小短腿,回自己房间睡觉。 就还挺可爱的。 这样一来,不止哄住了零化,却连燕青也被哄住了。 于是两个人,谁也没想到,有一日,她带着陛下和皇后的小闺女,萧颖两个人玩捉迷藏,钻到了床底下,将那个零化藏得隐秘的暗格打开了。 幸好云落发现了及时,在二人看完那一堆催装饰,捣弄着,又掏出暗格里面那几本被零化妥贴珍藏的精美化测石冲了进来,一把夺过,才免于造成大祸。 云落心想,哇,好险,我得提醒主子,天下就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,这东西还是毁了吧。 零化和燕青回来时,云落便一言难尽地看着二人,将画册给了他们,并将此事说了。 二人对看一眼,都想着,这小东西该分出去了,以后他们的内饰禁止他们入内,而端建侯府也要断绝春宫图这类东西。 零化可惜地,爱不释手地捏了捏精美画册,狠心地递毁给云落,唉,拿去毁了吧。 哥哥,我错了,把那小子今晚就分出紫园去,必须要让他知道,父母的东西不能乱翻。 如今守得儿子了? 零化立即抱住他,哎呀,我错了。 于是当日夜晚,燕西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,他就被燕青,亲自拎着衣领送出了紫园。 云落等人,持多着他的遗应吃穿所用东西,入住去了海棠院。 燕西抱着燕青的大腿哭。 爹,爹,不要啊,我要你和娘。 哭得很是凄惨可怜,燕青态度强硬。 多大的人了,你都四岁了。 我不管,我不管,小影跟我同岁,依旧住在皇后娘娘宫里的。 你放心,她马上也会被撵出去。 燕青给了她一个眼神,燕西放声大哭,终于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,跟着脖子说。 我们不就是都看了您给娘,写的那些个情诗吗? 我若知道那是情诗,我才不看呢? 情诗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。 四九九给四九母写的,比你给我娘写的多,陛下给皇后写的也不少。 崔叔叔给琉璃仪不仅写诗还画画呢,就连三九九给三六母还写了好几首呢。 她一脸看腻了,不稀罕的样子,燕青震惊了。 你,你都什么时候看过这么多人的? 我一岁您和娘就教我十字,我如今都四岁了,您对我的十字能力是不是有什么误解? 您不是常夸我,比您小时候还聪明吗? 燕西扬着小脸,挂着泪珠求情。 爹,真没什么的,对不对? 不对,一个小孩子扑看这么多,还跟我说真没什么? 问题大了,我看我对你太过纵容疏于管教了,从明儿起就将你送去青山书院,让我师父好好管教你一年,板正板正你的性子。 当时大卢入天城,爹,不要啊,您不是说了吗,那老头交不出好人呢,您被他交的都跑去做纹裤了,我不要啊,死舅舅家的小表弟说了,若我将来跟他抢纹裤,他就来抢我娘。 将你们一起送去给我师父。 这,这不好吧。 怎么不好,就你们这样的孩子,就该他管。 再哭一声再闹一句,我今晚就将你送走。 娘,娘,娘。 燕青纹丝不动,任他鬼哭狼嚎地喊。 你喊破嗓子都没用,这回你闯的祸太大了,你娘也不向着你了。 你爹今天就给你上一课,郑重地告诉你,你娘她听我的。 我不信,明明我娘狠狠你,你就听她的了。 那试试,看你明儿会不会被我送走去给我师父。 燕青撂下话,回了紫园,灵化见她回来,叹气道。 汐儿是不是哭闹了? 隔着这么远,我都听到她嚎哭了。 燕青一本正经地将燕西都干过什么事,说过什么话,跟她说了。 灵化听完睁大眼睛,也是一样被震惊了。 她,她今年才四岁吧? 自家的那一世她翻出我私藏的东西来不稀奇, 但别人家私藏的东西,她,她都是怎么翻到头看的。 燕青一脸,我怎么知道的神色? 灵化凌乱半晌。 那怎么办呢? 把她送去青山书院,给我师父管教一年吧。 我师父那个人严厉,趁着她小,兴许还能板正她的性子。 灵化也觉得,儿子是该严厉管教了, 怎么连别人家的东西也能乱翻,狠狠心。 行,燕青勾纯笑,哼,小屁孩,哪有她了解她媳妇呢? 大是大非面前,她媳妇从来不拖后腿。 于是第二日,灵化派出四大高手,云落望书和风细雨, 四人一起护送燕熙去青山出院求学。 燕熙这时候终于明白了。 我爹说的对,我娘听我爹的,我就是一颗地里长的小白菜。 秦老补... 秦老 Adjust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